這邊的話是第七次上課 上禮拜第六次我們帶一些重點回顧一下 前半段我們是講了有關日期這個部分 日期相關的函數還有就是說 如果你要判斷禮拜六禮拜天 把禮拜六禮拜天做不同格式的話 我們這邊是寫一個VBA程式 VBA程式當然因為需要把整個範圍的資料做抓取 所以會跑兩個回圈 兩個回圈的話一個是一個列 哪一列到哪一列 一個藍哪一藍到哪一藍嗎 列的話應該是第二列到32列吧 然後藍的話是第一藍到第12藍 把範圍先圈起來之後的話 分別把資料抓出來之後 然後利用VBA裡面的weekday函數 那weekday函數呢 基本上如果把裡面的資料抓出來 因為抓出來的資料是一個日期 那透過weekday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得到 如果它是禮拜六的話 那相對就等於多少 等於7嘛 有沒有 禮拜天是第一天 然後依此類推 禮拜六的話就等於7 那如果禮拜天的話等於1 也就做一個邏輯判斷 如果它裡面的資料 這個用weekday之後的話得到7 那等於我們就把它格式化 那我們有講過 如果把那個什麼 底色變成淺綠色 然後字的話變成深綠色 這個在上個禮拜的雲端白板上面 其實有答案 那我們就把它格式化 OK 所以上禮拜部分的話格式化 另外的話呢 我們再來利用什麼 range的方式還原 因為我們格式的部分 是整個一個一個的 把資料抓出來做判斷 但是呢 我要還原基本上 其實整個範圍都一樣 所以如果整個範圍都一樣 恢復成原來的格式 什麼格式 字變黑的嘛 底色變成沒有 那我們就用range 所以特別注意喔 這邊的話 如果你要一個一個儲存格 把它資料抓出來做判斷的話 那一定要sales 而且要用回圈 一個一個的 OK 然後呢 還原的話就用range 應該還記得吧 還原的部分 其實還原的話就是 兩行程式就好了 比較簡單 OK 然後再來的話就講到有關 在VBA裡面快速的做 插入空白列 跟那個刪除空白列部分 OK 這個地方的話 就是rows.insert OK Rows.insert 這樣的話呢 就可以不需要突發鏈鋼 不然的話 如果你不會用VBA 做這些動作的話 那變你突發鏈鋼來做 其實相對比較浪費時間 那當然呢 列的刪除 OK 以後的話 甚至你可以把那個 這個刪除列稍微改一下 裡面做一個邏輯判斷 如果你比如說你想要刪除的是 有些部分 某一些列 它是多餘的 那你要把它刪 以前用眼睛看 找到之後 選取刪除 選取刪 那你可以寫一個什麼 迴圈一樣 記得用反向的 如果某個儲存格裡面的資料 假如出現哪一個 哪個次 或哪一些資料的話 你就把它delete掉 那其實寫法 大概你也可以利用這樣的 刪除列部分 把它做改寫 那再來後面最後其實有多補充了一個 年曆的那個VBA 那這個當然呢 困難度又相對的提高非常的多 因為其實就是把一個步驟 一個步驟 一個步驟 分別寫成Sup 然後全部把它串在一起 有沒有 就可以得到我們最後的結果了 OK 這個的話 我在雲端白板 其實上面都有 所以你們可以回頭再看一下 那再來就是黑名單篩選 那黑名單篩選部分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得到的結果就是這樣 我這個是黑名單 總共Ctrl向下 有2223個 而且23-1 等於是剛好就是2222 OK 那我們把這個範圍 如果說我想知道 這個是查詢名單 那查詢名單本來應該是只有多少 一千個吧 我好像原來在那一千的地方 把它做那個 把那個篩選取消掉 本來我是在那一千的地方 把它怎麼 把它就是分開 就是把它 怕查太久 所以我好像印象中 我是在這邊 一千的地方 把它插入一個空白列 那主要原因是因為 我們不要查太多 怕查太久 因為如果說假如你要比對 這個查詢名單 假設前一千個 有在黑名單裡面出現的話 那就幫我把結果 放在這個第三個工作表 那以前的做法 你該怎麼做 但之前比較 比較不是那麼聰明的做法 好像就什麼 用那個Ctrl-C有沒有 然後呢 移到這邊 用什麼Ctrl-F Ctrl-F就是尋找嘛 取代對不對 然後把它貼上 你看看有沒有 尋找 有 那表示呢 這個就把它摳到那邊去 但如果說你用這樣做事的話 說真的 那做到什麼時候 而且你如果每天都會有新的黑名單 要查的話 那你應該會每天都要花很多力氣 只是為了要查 兩個 有沒有 這個資料在這個資料裡面有沒有出現 所以喔 這個範例喔 其實可以用在蠻多地方 假如你需要的是每天做比對資料 常常問說 老師我那個新的資料跟舊的資料 我怎麼知道哪些是有不一樣的部分 比如說新的到底新的哪些東西 那以前同學都就是什麼 就類似像這樣 突發煉鋼 那如果說呢 你懂得用剛剛的方法 其實很快 你把它寫成VBA 有沒有 以後的話你只需要什麼 把結果拉出來 按一按鈕 自動呢 就幫我把結果 不過因為比對的數量在太多了 有沒有 等於是這邊有2萬多比黑名單 這邊總共有1000筆的這個要查的 所以你會發現它大概跑個好幾秒 那也合理啦 但至少比人工快很多啦 OK 所以特別注意 甚至其實我後來是有把什麼 把那個黑名單這個地方 把它再增加到5000多比 可是我發現 理論上應該要多至少5倍的時間 不過後來我好像把它改了一下 好像也不會差太多 大概剛剛是2、3秒 現在是多個 再多個2、3秒 等於是4、5秒大概就出現了 OK 那當然By現在的電腦速度所至啦 因為現在電腦基本上都是4核心、8核心 甚至更快 所以其實查起來應該也沒什麼感覺 馬上就可以把資料查出來了 OK 那裡面的話大概有哪些重點 第一個的話我們是有做了幾件事情 第一個 我們是什麼 把這個範圍 Ctrl-Shift A2到Ctrl-Shift向下 A2到它的最下方這個範圍 先給它一個名稱叫做黑名單 那也就是說利用什麼 利用定義名稱的方式 給一個名稱 那這個好處我之前講過 你可以配合一個快速鍵叫F3 有沒有 利用F3做什麼 把這個名稱調用出來 那以後的話我們再利用什麼 用Conif的話 所以特別注意 這個地方的關鍵 用的就是所謂的Conif函數 這個Conif的話 它會問你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說 你要去查的範圍在哪裡 欸我要去查什麼 查那個範圍 查黑名單喔 第二個的話呢 Criteria是查什麼 所以其實這個函數還蠻好用的 而且非常非常的重要 我覺得啦 因為我印象中還蠻多地方 都是透過這個函數 幫我解決比對上面的問題 也就是比對之後有沒有啦 有的話就1嘛 沒有就0嘛 OK 另外的話還有第二個原因 就有幾次 有沒有 比如說那個黑名單裡面 它有沒有重複的啦 如果有重複 你也可以把它重複的抓出來 也可以用Conif喔 所以喔 如果只有一次 不重複就是1啦 沒有就0 那透過這個概念喔 我們就是用Conif找出來 所以你會發現喔 這個地方喔 這個Conif裡面的這個範圍有沒有 記得喔 F3 按下去有沒有 欸 你的名稱就掉用出來了 這個也還蠻重要的 我還蠻強烈建議喔 如果你對那個定義名稱 不太熟悉的同學 一定要喔 多多的去使用它啦 因為其實定義名稱之後喔 很多地方 第一個啦 那個範圍是有意義的 你看得懂 第二個的話呢 你以後用F3就可以掉用 你不用像 之前我們是什麼 切到另外工作表 然後呢 什麼 A2 Ctrl區域還向下 然後你還要鎖那個錢的符號 那但是呢 名稱的話 不用 完全不用 另外如果你配合VBA的話 也不用去理會說裡面有沒有雙尾號 或者說什麼名稱 所以定義名稱配合VBA 也是相當的好用 OK 所以這一點喔 蠻強烈推薦各位 用那個名稱的部分 那這個的話就是 它要比對的就是這個 有沒有 就是比A2嘛 A2有沒有在那個黑名單裡面出現 有就是1 沒有就是0 按確定 那我們再來利用第二個是什麼 把那個篩選 篩選的話就是 再利用什麼呢 把有的找出來 OK 所以是1嘛 那我們按確定之後的話 就留下要的 然後再把要的部分 這個從A2 一直到Ctrl區域向下 再Ctrl C 再把它貼過來 有沒有 這個就把它貼 貼過來 OK 這是手動的啦 那後面的話呢 其實我們就是把它改成 不是手動的 也就是說 以前當然如果 這已經夠快了啦 所以喔 如果你實在是 VBA不會寫 反正至少你這個要會就對了 OK 我覺得這個應該已經 大大的提升你的工作效力了 那再來當然 最好是能夠把它變成兩個按鈕 按下這個按鈕 什麼事都不用做 剛剛的事情呢 就通通幫你重做過一遍 那清除 不過這邊會有 有一個可能要特別注意的部分 就是說 因為我們這邊有 1 2 3 3個工作表 那會有跨工作表的問題 所以喔 將來你在寫程式的時候 要考慮到這一點 那我們這個程式寫的方法 我們把它重點回顧一下 第一個 自放大一下 工具選項 撰寫風格 把它改成12 至少 然後你看喔 我們基本上 第一件是什麼 就是先把這個範圍 裡面的這個 先丟公式在這個範圍 那怎麼丟公式在這個範圍 基本上就寫這樣 for i 等於第二列 到底下1000 然後第二個的話 在這個 一般習慣是先不寫這個 這個如果先不寫沒關係 但最後你記得一定要寫 為什麼 因為我們將來的按鈕 是在另外一個工作表 所以記得喔 這個先不寫的話 我們要把公式丟在這個儲存格 就按照之前寫過的邏輯 這個的話是什麼 sales的ID的B欄 等於什麼呢 把剛剛的公式貼過來 貼過來的話 我們這邊就是 sales的A2 OK 後面有人有刮我 原來是這邊 A2 那把這個2改成IOA 就這樣子 這個之前有做過 再來比較重要是篩選 所以這個是把公式 conif的公式丟到這裡面來 第二件事情就是篩選 篩選的話 基本上就是利用什麼 利用叫Auto Filter 關鍵的地方 那再來的話 根據哪一欄呢 基本上 A的話就第一欄 所以特別注意 這邊有兩個參數 第一個參數指的是 你要篩選的是第幾欄 剛好我要篩選的是這一欄 幫我篩這一欄 所以這邊輸入2 第二個條件是 請問一下你要找什麼 我要找裡面是1的 所以這個是指的是 你要找哪一欄 這個的話 是指的是 你要找 這個第二欄裡面的什麼資料 OK 那你會發現 符合1的 就會通通幫我留下來 然後再把這些 找到的資料怎麼樣 幫我copy到哪裡 把 特別是A2 A2指的是上面這個A1 A1不要 到A1的最下面 就是等於是 它因為會篩選 把那個 不是1的隱藏起來 所以你copy的話 只會copy到1的部分 然後copy到哪裡 copy到Range A1 就是把資料 call到查詢結果裡面 就完成 不過呢 因為 有跨工作表的問題 所以你會發現 這個前面都要加什麼 這個的前面名稱 查詢名單 OK 最後當然就是增加一個 這個清楚的部分 因為這上禮拜有講過 所以細節部分 請各位自行再回頭看一下 我只是重點再回顧一下 你會按程式不多 但是都非常好用 尤其是這一行篩選 OK 另外就是多一個什麼 跨工作表 還有一個 我剛剛把那個刪掉 跨工作表這個一定要加 這個如果忘了加的話 它就會以為是 跟按鈕同一個工作表 OK 工作表這邊沒有啊 所以一定會出錯 我們是指的是那一個 OK 所以記得程式前面 一定要加一個哪一個工作表的敘述 所以喔 以後的話記得喔 如果是跨工作表的 Sales跟Range的話 記得你先看一下 是不是不同 按鈕所在的位置 跟資料所在的位置 是不是不一樣 如果不一樣的話呢 那記得喔 前面一定要跟他講 在另外一個工作表的位置 OK喔 這個顯示可以當範本啦 以後反正如果你現在忘記的話 可以用這個方式喔 慢慢去揣摩 所以這一題我覺得 雖然程式不多 但是非常的重要 而且很好用 所以回去的話 想想看喔 你工作裡面有沒有類似的 不同的資料比對 有沒有把不同資料裡面 不一樣的部分 把它抓出來 一定有啦 OK 所以喔 你們早早看 以後的話 千萬注意就不要突發煉鋼了 不然的話其實太浪費時間了 這個其實 而且喔 這個案例喔 可以衍生的差蠻多的喔 這個可以變化出很多很多其他 那將來比如說 你要跨不同工作表 比如說你要把 一個主表裡面的資料 某些把它分類 快速分類的話 其實都可以用這個Filter 然後點Copy 它就可以分 比如說主表裡面有不同的產品 那很多項產品 你要把其中某個產品 單獨的資料 獨立出個別的那個什麼 工作表 就可以用Filter 然後點Copy 它就可以Call了 看你要哪一些 或者是業務人員 或者是不同的 反正不管產品 業務人員 部門等等的有沒有 其實都可以用Filter加Copy 那其實跟各位講 這概念跟資料庫的概念是一致的喔 所以其實你看起來好像不是資料庫 但實際上就是資料庫的概念 那也是Excel它只是說把那個 資料庫的概念喔 變得比較 第一個啦 你工具好取得 第二個 使用起來也比較便利 所以喔 我是覺得啦 有的時候喔 不見得一定要說把資料丟到資料庫再來 再來Run 其實反而把它放Excel來Run 其實基本上也是OK的 那你想說老師那為什麼一定要用資料庫啊 其實我是覺得不見得 那有哪些地方 Excel是比較不如資料庫的 前面講過喔 一個工作表最多比數是1048576 也是你如果資料比數超過100萬比以上的話 那可能用Excel放資料就不太合適 第二個的話喔 它跑的那個速度可能也沒有資料庫那麼快 所以如果你會有那個喔 要希望馬上查馬上回應的話 那可能還是用資料 就是你有效率上的顧慮的話 大概是這些啦 不然的話我覺得 這基本上已經夠用了 所以請各位這個部分喔 稍微再重點回顧一下喔 上個禮拜的東西 其實已經算是有點難度了啦 那相關的程式呢 其實雲端白板上面也都查得到啦 所以其實你們可以在雲端白板上面 自己再稍微看一下 比如說我們上個禮拜的這個黑名單篩選 這邊就有這個程式嘛 另外剛剛講到那個日期嘛 日期時間這邊其實也有啦 OK喔 所以那這些程式的話 我是建議如果你剛開始不太熟喔 至少你會Ctrl-C Ctrl-V 有沒有修改吧 OK總會吧 那今天的話呢 我們接著繼續再來看另外一道題喔 所以請各位待會再開啟那個 就是康義樂透彩中獎機率統計這一題 如果說我今天希望喔 假如說我從網路上撈到喔 101年的資料 跟102年的資料 那他開講的概念一定是 六個號碼加一個特別號 那號碼的話一定是1到42號 那我想知道1到42號 哪一個號碼開出來的機率最高 開出來是 那最後我是希望做出什麼 類似像這樣啦 就把它先清掉 這個也把它清掉 那最後我是希望做出什麼 統計機率 然後幫我合計 這兩年哪一年的機率最高 最好是排名名次做出來 OK齁 然後最好是直接告訴我 號碼機率最高的前期名 所以我們這個做出來 就把它做成VBA 其實這樣就是用康義福 有沒有 然後把機率加在一起 然後最後做排名 用ragday 最後的話再用那個什麼 前期名的資料列出來 所以前期名的號碼馬上列出來了 然後這樣這邊有個清除啦 OK 前期名 格式化的部分的話 基本上就是 甚至可以把那個 我們就是機率最高的前七個 把它底色換一下 那一樣把它清除 大概就是這些基本的練習 所以怎麼做 OK請各位先試試看 把上個禮拜的重點回顧一下 然後呢 再開啟那個 在第四個單元裡面的那個 樂透彩重獎機率統計